我想請問一個問題 國會打架是誰造成的 你國民黨沒有責任嗎 你國民黨國會多數沒有責任嗎 更何況 新加坡 李光耀親自下令拒絕某些媒體 譬如說已經有很多西方媒體 因為批評李光耀或批評新加坡 被新加坡說把他驅逐出境 甚至取消他的採訪權 都已經贏了全世界對新加坡的批評 不是說新加坡到現在維持邊形 我們來看看 我們今天不是說新加坡多次 新加坡確實它的經濟效率很好 新加坡的這個 新加坡幣比我們台幣 它的幣值還高 差不多也是五倍 但是我們今天來看 說活在新加坡的人真的快樂 我說新加坡是一個有效率的地方 它所採取的 事實上就是我們 我們剛才說過是獎金國那一套 反正我掌控了國會 我說東 國會就做東 我說西 國會就做西 這樣子當然可以完完全全 在一個政府的操控之下 政府整個國家走向 該怎麼走就怎麼走 這很方便 但是我說新加坡跟台灣 不一樣的所在是怎樣 我們記得後藤新平 曾經當過日本時代 在台灣當過總督的後藤新平 他離去台灣的時候 他對台灣人下了一個評語 事實上那是一個非常 看不起台灣人的評語 但是這個評語 我相信我今天還是講給大家聽 這個評語叫台灣人 愛錢 怕死 後面還有一個叫不要臉 我沒有希望說 愛錢就好 我沒有希望說台灣人 真的是愛錢 怕死 而且不要臉 今天我們看到了 馬英九難道你提出了說 我要選一個不談統獨 不談藍綠 我只談經濟 我真的懷疑說馬英九 你是不是打從心裡面 跟後藤新平的 對台灣人的概念是一樣的 說台灣人有錢就好 好 來 大家看看 剛剛這個馬英九談到 新加坡跟台灣不一樣 重心沒有放在民主化 換句話說 放在民主化是不對的 OK 好 但他專業連結有效率 好 我們現在要來看連結 新加坡是比台灣連結 連結很多 好 整個體制比台灣連結 我現在請大家看 對不起 這是今天去網路上摘的 這是從新加坡的網站上摘的 新加坡的內閣 他們內閣有一個名人錄 這是總理李顯龍 李顯龍兼什麼 財政部長 OK 請大家再看 李顯龍兼財政部長 請大家再看 對不起 是這一張 這是李顯龍的太太 李顯龍的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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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名字叫做 這個叫做核精 核精 人可核 這個水精的精 他現在是什麼呢 新加坡淡馬席的執行董事兼總裁 就是這一位 這一位 這一位 太太 國營事業 你講國營事業 也算是李家 你講國營事業 還不夠 應該是他們李家的事業 不要說李家事業 國家控股公司 對 我念背景給大家聽 淡馬席控股公司成立1974年 是新加坡政府全資 整個自本都新加坡政府出 擁有的公司裡面知名度最高的 按照某個百科全書記載 淡馬席控股資產有多少錢 你知道嗎 900億美金 900億美金是多少 大概是三兆台幣 三兆台幣 台灣哪一間公司三兆台幣 應該是沒有 是新加坡最大的企業 規模跟誰一樣大 跟美國的通用電器 通用電器就是GE 起義 我們台灣說起義 跟德國的西門子公司相當 淡馬席控股 注意重點 淡馬席控股公司 不必向民營上市公司 每年公開財務報表 因此爭議不斷 而這個合金呢 被任命為淡馬席公司 執行董事兼總裁 其實說得不好 老闆就是他吧 引起廣泛的爭論 許多人批評 並且影響這項人事動機 不單純 但是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寫這個 是外電 外電 新加坡的補助沒有人敢這樣 第一 為什麼外電敢這樣 是因為淡馬席後來去買了誰 你知道嗎 買了泰國前總理卡信的電信公司 電信公司的股票 買了多少 買了台幣600多億 好 我們要請大家 好 請大家再看 大家再看這一張 這一張是什麼 這一張是李顯龍的弟弟 叫李顯楊 李顯楊在這個新加坡電信 的集團當總裁 當總裁當幾年你知道嗎 當了十一二年 好 他現在做什麼 他現在做 這個由新加坡 星展集團投資的一家銀行 叫亞洲回教銀行 在裡面當 九名董事之一 我們現在要給大家看 要給大家看 父親李光耀 新加坡開國總理 當了幾年 二十一年 現在還是以資政 現任新加坡內閣執政 唯一的執政 唯一的執政 唯一執政 唯一執政 李顯龍是新加坡總理兼財政部長 他的太太何晶 是新加坡國營的 彈馬錫控股集團 執行董事兼總裁 弟弟李顯楊 承認十一年國營的新電信集團 新加坡電信集團總裁 現在是新加坡最大的 星展銀行投資的 亞洲回教銀行董事 那麼新展銀行最大的股東就是 彈馬錫 好 我要請教 所以馬英九今天稱讚的新加坡 務實開放 所以台灣應該有一天要這樣吧 這不要說陳隨便總統不敢 連蔣親國也不敢 這種政商道庭的 連蔣親國那麼獨裁 他也不敢這樣做 因為怎麼說 國民黨有黨營事業 其實以前